多兰特自然是你无法忽视的名字 场均29.4分 8.4篮板 5.2主攻 2分64% 3分43.3 出场时间比上个赛季多了一分钟 得分则是13-14赛季得分王之后的最高值 作为一个无死角的顶级移动炮台 多兰特本赛季三分的出手跟效率都有所下滑 那他怎么做到得分的产量跟效率还在上涨呢 答案是他有变态般的中距离 这个赛季他篮下出手跟三分比重都降低了 中距离变得更多了 31%的出手来自短中距离区域 命中率57.7% 13.8%出手来自长两分区域 命中率70.6% 这个效率连这个赛季长两分65.5%的阿德都得叫一声大哥 也就是说 多兰特在一个开发难度比较小 但是效率很难拔高的区域达出了超现实的把握度 从而提高了自己的效率 当欧文试图拯救世界 哈登依然在打经济适用篮球时 多兰特拖着篮网到东部第二的位置 他的回合占有率也是继13-14赛季之后的新高 多兰特在用一种看上去很简单的方式不断地得分 但我们都知道这一切并没有那么容易 当他回舞起黑白相见的镰刀时 他为的是取敌人之性命 但也是为了保住篮网的命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